到教育部的回函 在宜蘭縣要来开设我们的幼教师资专班 所以不管是李市长还是东华大学 大家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果 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在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也要办理这个说明会 请我们这个幼教协会这边 是不是在跟我们东华大学教育部 这边相关的磨合事项来做充分的一个沟通 既然教育部有这么大的一个成立 要来宜蘭縣开设专班 这个是属于我们在教育上面 又踏出另外一大步的里程碑 这个对我们人体幼教的环境 师资的培训有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我们也相信说不管是幼教协会东华大学 大家透过这一种最好的磨合方式 再师资的培训能够落实在以后 幼儿教育上面的付出 所以我们感受到教育部这个成立 我们相关后续的工作 也会跟我们幼教协会这边跟东华大学 做这个紧密的配合 让我们可以如期的上路 也能够培训更多更好的这些老师们 师资们能够在教育上 为我们共同付出的这种目标来达成来实现 培养优良的幼教师资一直是 东华大学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这一次陈盟教育部指定东华大学 来宜兰地区开设宜兰专班 并且陈盟宜兰施工所江市长 以及他的团队大力的支持 我们第一届在宜兰开设的幼教专班 培训专班终于如期上路了 那我们的简章在8月17号就会公告了 并且我们在这个学期就会顺利开班 那整个过程对宜兰地区甚至整个台湾的幼教界 都是一个首创的一个创举 在这边再三感谢教育部 以及宜兰施工所大力的支持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宜兰地区的幼教协会的伙伴们 让这件事情可以得以顺利进行 好谢谢 孩子呢是国家的未来 那我们很高兴 因为宜兰县一直以来 只有幼儿专科学校 所以说我们所培育的孩子只到专科而已 所以幼保系在宜兰真的是都没有 那我们的孩子呢很多是读了幼保课之后 又到别的地方去读幼教学系 那很高兴东凰大学 今天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宜兰 开设幼儿教教育专班 还有学士后幼教专班 那这对我们宜兰县未来培育幼儿教育的人才 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教育部也感谢江市长的促成 更感谢我们东华大学 愿意来宜兰一地 宜典来宜兰成立了幼教专班 那我们非常感谢 希望未来的幼教人才 在我们东华大学的权力的摘培之下 我们宜兰的未来的幼教 是非常的璀璨跟美好的 谢谢 今天这种资格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现实的教法 克力姐嘛 而且你有去有教法系毕业的学历 而且有三年的幼教工作 那就是以前的幼教学分专班 但是现在幼教学分专班 它一个多数条款 所以现在很多学校基因招收不到学生 英文已经没有那种需求 像我们东华大学今年有派不成 多学校国际也都派不成 所以现在所有的 县市要派得成的比例大概越来越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